你好,欢迎收看11月11号的大花莲地方新闻,我是陈彦汝 花莲县警察局景情科技大楼及宋和大楼新建工程落成启用典礼 在热情舞蹈带动下热闹举行 而典礼由县长徐真卫以及警察局长共同主持 与会贵宾以及花莲县地方士生共同参加典礼以及剪彩仪式 警局科技大楼及综合大楼新建工程总预算为6亿3230万元 是位由杜丰工程服务分有限公司 以及黄茂尾建筑事事务所专案管理 两楼大楼建筑柜门为地下两层楼 地上五层楼总面积1592133平方公尺 建筑融合园区的景观 承识警察建筑红白箱间的异项设计 设施导入紧急科技整合强化治安的维护 现在徐真卫表示感谢警察局长队的努力 其中综合大楼以及规划内部警察局 通信花莲分属办公达到资源的共享 我们警察局的承败员非常非常辛苦 对不对 我们的展秋在哪里啊 在哪里 在哪里 来来来往前站 来来 请往前走 谢谢 我们是不是给他掌声一下 给他掌声一下 要执行6.3亿的预算 6.3亿的预算 而且两栋大楼 也经历过整个 谢谢 也经历过整个原物量的上涨 还有整个攻期 还有疫情的关系 我相信他非常的紧张 我们也很紧张 对不对 所以是不是给所有的警察同仁掌声一下 谢谢 谢谢大家 终于我们落成要启用了 而我相信 在我们软实力硬底子真功夫 查案办案破案是真功夫 对不对 但是我们的建物 是我们让我们所有的警察同仁 有一个安全的家 而且更舒适 而且更新颖 再来就是内装的智慧了 所以我们未来内装的部分 我们也先也用最先进 以及让我们的警察同仁 比较方便迅速来办案 大陆启用之后 法院政府将会持续重视警察同仁们 执行安全的保障 以及良好的工作环境 除了支持补助警力之外 更积极争取预算 充实怠惯警用的车辆 各项警用的设备 请募运用数位化的现代科技防卫层 提升卫民服务品质 增进民众对政府的信赖 记得转移化车达